我想請教美國要求中國不要在520前後 加劇台海的緊張的歧視 甚至還稱讚說外清德最後的言論 是相當負責維持台海革命的 這個就是當時羅森伯格來到台灣好幾次 他們就是比較關心說520的賴清德的講稿 所以我相信是美方有跟台灣這邊做了相當的溝通 因為據我的獨家的了解 那美方他是確實有表示說 這次是上次來到台灣 是希望了解到賴清德他對於講稿的內容跟態度 是否能夠讓兩岸之間能夠是比較和緩的 他們美方希望透過賴清德的520講稿 讓中國大陸不要對於台海情勢產生所謂的誤判 也就是動用武力 所以美方在這方面的工作 先前應該已經做足了 所以他們對於接下來520是比較充滿信心的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的發言 我覺得可能是民進黨的耶 因為啊像當下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態度是非常的冷靜的 而他的情緒是有一點崩潰的 這讓我覺得呢非常的誇張 就是說我作為一名立法委員理性的問證 結果呢我對面的這個接受備詢的部長好像已經要抓狂了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沒有敢想像的畫面 今天過去常常出現的情況是 立委很兇 然後所以部長也要很兇 這種情節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是一種相抗衡的狀態 可是大家會看到的是我一派輕鬆的詢問 但是部長已經感覺要抓狂 所以我覺得他的第一個 他EQ好像有問題 第二件事情呢是 他說有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要踹中華民國一腳 我覺得這是非常嚴厲的指控啊 所以他應該有負有責任的要說出到底是哪一名 中華民國的立委踹中華民國一腳 因為我要跟著一起譴責他 我們要國安無法把那個人送辦 結果我們的外交部長竟然在包庇 大家要知道我們是有國安無法 是有反勝透法的 如果我們在台灣社會有任何一個人 包含立法委員 他通匪 跟中共站在一起欺負台灣 違法 你知情不報的人 你是不是也犯法 你也包庇 你也是中共同路人 所以為什麼吳釗燮不敢講呢 難道他要包庇的對象是民進黨嗎 難道繞了一大圈真正的中共同路人 就是外交部長吳釗燮嗎 這樣的人未來還要當國安會的秘書長 我很擔心台灣被出賣啊 我很擔心這樣EQ的人 這樣子包庇所謂的跟大陸通匪的人 擔任國安會的秘書長 台灣會被吳釗燮給出賣掉 今天外交部長也是未來的這個國安會的秘書長 那他的情緒已經顯然失控了 所以我也很擔心他未來擔任國安會秘書長是否能夠稱職 因為他是一個有嚴重情緒管理控制的人 可以看到在整個質詢過程當中 我是非常理性而且溫和 而且有舉出各種證據來提問的 那我大概就針對幾個部分提問嘛 第一個是萊豬簽訂了之後 我們換到了什麼 我們能不能夠加入IPAV 然後呢還有我們能不能簽這個BTA 那當時我們有一些交鋒 但我都覺得還好 那後面呢我就舉出了兩個民調 包含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以及TPOC所做的民調 吳釗燮部長都被民眾認為是比較不適任的部長 那這時候他就說 也有一些民調他看過他自己是名列前茅的 那我就問說那請問是哪一份民調可以讓我知道嗎 他就想了一想也看了旁邊外交部的官員 但是三秒鐘之內沒有人回應 所以似乎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民調 對也沒有人Pass他 然後他就回我說 委員你那麼會用網路你可以去網路搜尋看看 我就說可是我沒有看過這樣的民調 所以應該是你要告訴我啊 所以顯然在他那個時候 心裡就已經開始萌生非常不滿的情緒了 那到最高峰的時候呢 是當我們已經在討論到就是說 這個所謂的他突然講到說 他覺得很多立法委員 是會配合中國大陸踹中華民國一腳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厲的指控 不管他要說的是藍的委員或是綠的委員 我不知道 但是一個外交部長說有立法委員配合中國大陸 踹中華民國一腳 這是相當嚴厲的指控 身為外交部長在國會殿堂這麼說 他有責任負責的說出那是哪一位委員 所以我就開始問他說那請問是哪一位委員呢 那他就開始跳針 那他就說有我說那是哪一位他說有我說那是誰啊 他就說有然後就不斷不斷的跳針 然後呢還叫我去看過去的紀錄說如果你看完的話會認同我的看法 可是呢也沒說是什麼紀錄然後仍然不說出是誰 然後我就說好啊那我就要開始點名囉 我就呢環顧了整個議場的四周就把整個國防委員會在現場的委員都點名了一次 然後他就突然生氣的說你可以告我藐視國會罪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罪 我說如果通過的話我會去告你不用緊張 但是這不也自證了藐視國會罪對於我們國會有多重要嗎 連國安會未來的秘書長現任的外交部長都認為藐視國會罪很重要應該要通過 所以我想他的EQ顯然有了很大的問題 然後呢他也雖然他說這個有立委配合大陸 可是他又不願意說出是誰也沒有任何的動作 那是否其實吳釗燮部長也是違反反滲透法國安無法的共犯呢 如果你今天認為有具體的市政 有任何一個國民包含立法委員配合中國大陸 都應該要依照國安無法國家的法令把他送辦 如果你沒有送辦那你是不是就是配合中共的中共同路人 所以難道搞了一圈最後的中國中共同路人就是吳釗燮部長嗎 難道他就是埋得最深的臥底石內埔嗎 所以我覺得今天的這個質詢真的是太出乎我意料也太荒腔走版了 所以我整個過程非常的平和也很理性就看到一個即將卸任的外交部長頻頻暴走 那我這裡是刷新我的三觀 綠營喜歡攻擊你說都喜歡照著稿子唸啊或者是照著提問 但你今天集中生智現場就點了一堆人 紅森漢超火大還說欸你不要講我好不好 我說沒有啊我是講所有人啊 坦白說因為我沒有辦法記113個立委的名字 而且當下我手上沒有名單然後我時間又到了 不然的話我應該最後我就會把113個名單全部唸一次 然後他就會講113次你可以告我藐視國會罪啊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對所以我想喔其實雖然很多人都酸我說是不是看稿子唸 可是呢所有的稿子都是我自己本人寫的啊 對對對我本來包含我的臉書包含我的發文 然後呢我的回應一直以來都是我自己所撰寫的 對所以不管是看稿或是不看稿其實都是我自己寫的 那只是今天這個狀況是真的沒有稿子可以準備 好因為是一個完全意外的狀況 我沒有想到我國的外交部長會有這麼荒腔周辦的行為 當中國在欺負我們的時候我們的立法委員是不禁來踢一腳 那是誰呢 那有 誰啊 我已經說了有 部長應該要負責任的說出他們的名字 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那是沈國陽典委員嗎 我想委員最快的方式就是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冠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馬文君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徐曉昕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是陳永康委員嗎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趕快去告我藐視國會 好 我這就是對全體立法委員的 這個就是藐視國會 所以你可以去告我藐視國會 謝謝 謝謝